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魔界奇谈之批裂时光》 人都是有劣根性的,这一点在女主小莲的身上完全体现了出来 小莲是一个在酒吧工作的女人,每天穿梭在灯红酒绿之中,游荡于各个男人之间 她特别享受这种感觉,尤其是男人为了自己而发生争执的场面,更是让小莲开心 这一天又有两个男人为了她发生了争执,甚至大大出手 胜利的人是一个伐木场的老板名叫阿绿 阿绿用胜利者的姿态走到小莲面前,邀请小莲跳了一支舞,并且当场向小莲求婚 阿绿虽然长得丑,不过收入还是很客观的 流连与男人之间的小莲从未尝试过结婚的滋味,这一次小莲答应了 很快两人的结婚的消息就在伐木工人之间传开了 因为这些工人曾经都是小莲的传客,所以他们都在暗地里嘲笑阿绿当了接盘侠 阿绿当然也听到了风言风语,就在她要在大家面前维护小莲的时候 小莲就穿着吊袋和热裤出现在了伐木场,瞬间所有工人的眼睛火热起来 阿绿气坏了,她走到门口将小莲赶走了 她警告小莲以后不许再穿成这样,并且把其中一个盯着阿绿的工人胖揍了一顿 回家后小莲感觉到了阿绿的占有欲太强 而且嫌妻良母的日子的确不太适合总控 半个月后小莲动了离婚的心思 这天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小王敲响了小莲家的门 小王是来伐木场找工作的,小莲看小王长得这么帅 一下子就动了红杏出墙的念头 小莲抱着私心把小王介绍到了伐木场工作 小王每天干活都特别的有劲 业绩很快就超出了厂里的所有工人 这天小莲借口让小王帮忙搬箱子 把小王约到了自己家 看到狼入虎口小莲也不再掩饰 一上来就热情的开始勾引小王 小王被吓坏了,也没敢回应 当即跑了出去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工人 大家见怪不怪并且鼓励小王有便宜不占是傻子 这时阿绿气冲冲的走来 他声称自己在家里发现了一副工人手套 这问所有人是不是又去骚扰小莲了 小王看着如此暴躁的阿绿 有些害怕当即收拾东西打算离开 但这个时候穿着细薄的小莲又来了 只见他一上来就勾住了小王的脖子 随着热纹越来越激烈 小王最终没能承受住诱惑 就在两人放飞自我的时候 阿绿闯了进来 他愤怒的分开两人 并且把小王狠揍了一顿 小王也因此受伤过度而双目失明 不过尽管如此 其他工人对小王还是非常的照顾 他们甚至帮助小王学习怎样在失明的情况下使用电锯伐木 这一天工人们带着小王去工作 小王聚着聚着却感觉有点不对 好像有雪冒出来 原来他聚的根本不是树 而是被绑在树干里的小莲和阿绿 很明显这是工人们为了报复老板 半夜把他打晕塞进树里的 就这样小王成为了最大的炮灰 不仅莫名其妙被弄瞎了双眼 而且还被工人们利用成为了杀人凶手